第1248章我终究是多余的 楚帅 九千岁和五大家等宾客 已经被分流出去 现场少了很多人 只有夜堂子弟穿梭不停 夜天东也没有换地方处理事情 就在夜宫架起了临时应急中心 把一道道指令发向了宝城 发向了世界各地 他把重心放在东王一脉之余 也不忘记让秦无忌抓起赵明月 袭击一案 准备揪着陈龙和陈青烟 两个方向深挖 秦无忌接手赵明月一案 就果断做出两个决定 一是全面保护好陈龙 二是通知夜堂各部抓拿堂三国 叶凡和赵明月看到自己帮不上东王一事 现场又有秦无忌他们处理 就跟夜天东打了一个招呼回家 折腾大半天 叶凡感觉前所未有的疲惫 特别是一家三口的团聚 让他情绪过山车一样纠结 他想要回去卫工好好休息 期间 他还给黄三重和薛如意他们发了消息 让他们把雷千诀拿下 有没有想好怎么跟若雪说今天的事情 回去的白色汉马车上 赵明月握着叶凡的手问出一句 还把自己手机递给叶凡查看 上面是叶唐对唐三国全面通缉的指令 没有 想到唐若雪和肚子里的孩子 叶凡脑袋止不住疼痛起来 唐三国买凶事怎么都跑不了 以前叶凡不知道赵明月是自己母亲 她出于私心可以当作不知道这件事 可现在 叶凡无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不然就对不起母亲这些年的煎熬 对不起一家三口的痛苦分离 但要跟唐若雪说起此事 叶凡却不知道怎么开口 难道说你爹买凶杀我妈 现在要抓你爹归案 唐三国跟唐若雪虽然是妇女 但父亲是父亲 女儿是女儿 妈妈拎得轻 不会恨屋及乌赵明月感受到叶凡的揪心 用力温暖住她冰冷的手心 妈不会对若雪生气 也不会怪责她 我甚至可以为了她 原谅唐三国当年对我的买凶杀人 就连骨肉分离 二十多年 我也可以看在今天一家团聚 以及弱雪肚子里的孩子 既往不救 赵明月很是直接展示出自己的大气 妈妈可以原谅唐三国 真的 叶凡身躯一阵望向了母亲 妈 她怎么都没有想到 母亲会这样轻易原谅始作俑者唐三国 妈这样做 一是觉得自己当年确实没有竭尽权力帮唐三国 穷途陌路的她一是脑子发热 买胸可以理解赵明月拍拍叶凡的手背 声音清晰而出 二是妈妈不希望上一辈的恩怨 影响到你和弱雪的感情 还有她肚子中的孩子 为了你们的未来 我可以不在意过去的痛苦 但这种原谅 只是妈妈的私人感情 不代表我叶唐副门主的立场 公式上 我无论如何都要捉拿唐三国归案 不说我当时的副门主身份 就是叶震东废掉双腿的二十年 还有无数战死的叶唐子弟 他的目光斩钉截铁 这一笔血债怎么都要讨回来 叶凡没有说话 更没有劝告母亲什么 他知道 这已经是赵明月的最大宽容 他始终要给叶震东 和死去的人一个交代 行 我来跟他说良久 叶凡呼出一口长气 不过暂时不能把这事告诉他 上次血崩残留的首尾还有一点 等他再养两天 身体我在跟他说 他准备这两天好好救治病人 这样就能用白芒 好好稳定糖若雪身子 不然担心他听到此事 会情绪失控 到时再来一个不小心摔跤 叶凡估计就要哭死了 赵明月奄然一笑 你的媳妇 当然由你做主说话之间 白色汗马驶入了叶工 叶凡一眼看到几辆车子停在园内 微微一愣怎么有客人前来 叶工今天闹得沸沸扬扬 所有人重心都应该在上面才对 怎会有人来卫工找他 他和赵明月钻出车门 向独孤商问出一句 什么人来了 没等 独孤商回应 叶凡又锁定了一脸木讷的江婆婆 他马上意识到是宋红颜来了卫工 这也就能说明独孤商他们为什么放人进来 想到宋红颜跟唐平凡的关系 又想到唐三国跟叶唐的恩怨 还有两女向来的水火不容 叶凡心里微微咯噔 他大不留心走向了卫工大厅 若雪 严姐 叶凡事也很快清晰 一眼看到一身红衣的宋红颜 挡在了一身黑衣的唐若雪前面 唐七几个神情交集站在旁边 叶凡又喊了一声 若雪 严姐 砰 听到叶凡的喊叫 唐若雪趁着宋红颜扭头张望 一把推开他冲到叶凡面前 与人泪如雨下 叶凡 我爹是不是买凶杀你妈 叶唐和五大家 现在是不是全面通缉我爹 若雪 你听我说 事情有出入 我妈已经 原谅伯父了看到唐若雪这个样子 叶凡就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了 而且玉玺一世还有内情 叶唐不是通缉他 只是找他调查 他努力安抚着唐若雪 那就是说 我爹确实买凶要阿姨的命 唐若雪哭得稀里哗啦 情绪激进失控 现在叶唐要找他报仇 要他死 叶凡交集回应 若雪 你冷静一点 没什么好冷静的 对不起 阿姨 对不起 叶凡 我爹对不起你们 唐若雪对住赵明月和叶凡 来了一个鞠躬 随后转身就往二楼房间跑过去 也不知道是收拾东西 还是要哭个痛快 只是上楼梯的时候 唐若雪脚底一滑 差一点又摔倒 索性及时跪在地上才没事 随后他又不等叶凡冲过来 挣扎起来跑上了楼梯 接着喷一声关闭了房门 若雪 若雪 唐总 唐总 你不要做傻事啊 快开门 开门 赵明月和唐七他们见状 忙冲去门口喊叫 若雪 若雪 叶凡也是心急如火 冲前几步 对着迎面而来的宋红颜吼叫一声 严姐 你怎么对她说这些啊 你不知道她怀孕了吗 不知道她前不久血崩了吗 你说这些刺激她干嘛 叶凡愤怒地看住宋红颜 认定是她 把消息告诉唐若雪 宋红颜脸色一白 下意识拉住要走的叶凡 叶凡 我 啪 叶凡猛地挣扎 一不小心打在宋红颜脸上 让她翘脸顿时多了几道红印 宋红颜闷哼一声 亮呛住后退了几步 捂住翘脸 眸子僵致 叶凡眼皮一跳 想要说些什么 却最终登登登上楼去看唐若雪情况 担心她一时想不通又出意外 王八蛋 看到宋红颜被打 江婆婆勃然大怒要上楼 不要伤害她 宋红颜忙拉住江婆婆 轻轻摇头 随后缓缓转身 欺然一笑 我们走吧 我终究是多余的 第1249章误会 砰 叶凡担心唐若雪出事 就直接震碎了门把 然后冲入了进去 不过她发现唐若雪没有收拾衣服 也没有再大哭大闹 只是坐在懒人沙发默默流泪 显然唐三国买凶杀人仪式 对她冲击很大 看到唐若雪没有出意外 赵明月心里松了一口气 挥手让唐七他们不要围着门口 她转身去给唐若雪熬点粥 叶凡先是给唐若雪把脉 确认母子平安后松了一口气 随后拿来红颜白药给唐若雪上药 若雪 别哭了 你爹 是你爹 你是你 不管你爹做过什么 都跟你没有关系 无论是我还是我妈都不会责怪你 我妈说 她还会照顾女儿一样照顾你和孩子 而且你爹故凶杀人 现在只是调查中 还没有最后的结论 说不定她是被人陷害的呢 叶凡轻声安抚着唐若雪出生 若雪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 好好安心养胎就是 一切事情由我来搞定 她还欣慰女人比起以前成长不少 没有离家出走或者寻死觅活 肯给自己一个沟通的机会 叶凡 对不起 听到叶凡这一番话 唐若雪打了一个机灵 抱着叶凡哭泣了起来 我爹害了阿姨 害了东叔 害了无数叶堂子弟 还害你们一家分离二十多年 他对不起你 我也没脸见你们 虽然赵明月和叶凡大度 不让上一辈的恩怨牵扯自己 可想到父亲曾经如此凶狠 他就说不出的痛苦 我该怎么面对你们啊 我该怎么弥补你们啊 赵明月对他那么好 叶凡对他那么好 父亲却害得对方差点家破人亡 他心里愧疚 不准你这样说 叶凡板起脸 事情跟你无关 我们也不会怪你 而且你好好的养胎 不就是最好的弥补吗 如果你这个时候再不照顾好自己 那不仅是你爹对不起我们 你也对不起我们 叶凡伸手一抹女人的俏脸 咱们好好的 一起解决困难好不好 感受到叶凡的霸道和真挚 唐若雪的情绪渐渐稳定了下来 他松开叶凡点点头 好 我听你的 我爹 我刚才打了我爹电话 怎么都打不通 叶凡 你答应我 如果他被叶凡抓了 不管是生是死 希望你能让我见他最后一面 我已经没有母亲了 不想连父亲最后一面都见不到 唐若雪泪汪汪看住叶凡 希望他可以成全自己 也能让父亲走得欣慰一点 叶凡点点头 好 如果找到老唐 我会安排你们见面的 赵明月这一起袭击案子 是他揪出来的 叶凡相信可以找叶凡 要一个会面机会 叶凡 谢谢你 还有 我担心大伯他们对七七他们下手 你让大姐和七七来这里陪我好不好 唐若雪亦是担心姐妹的安危 二是想要感受所剩不多的亲情 大姐在龙都金之灵不会有事的 不管是叶唐还是唐门都不会找他麻烦 叶凡轻轻点头 七七我待会就让七总联系一下 让他放 几天假来这里陪你 唐若雪再度抱住叶凡 叶凡 谢谢你 别这样 我们是一家人叶凡轻轻拍着唐若雪的背部 对了 严姐不是拿你爹的事故意刺激你的 他估计是想让你提前知道 让你对这事有个准备 叶凡提送红颜辩解了一句 你千万不要责怪他宋总 唐若雪微微一正 随后猛地摇头 不是宋总告诉我的 他也就比你早到两分钟 是 唐十二打来电话 让我交出我爹下落 说我爹买凶杀叶夫人 叶唐全面通缉他 而唐门是绝不会包庇我爹的 让我识趣的赶紧交代 不然到时我也会麻烦 我当时一听就猛了 疯狂打你电话不通 就怎么也坐不住 冲出房门想要找你问个明白 看到我要出去 唐七他们来拦我 被我推开 宋红颜恰好来了 看到我情绪失控就拦我 我正要他不要多管闲事 你们就回来了 虽然我不喜欢他 但真 不是他刺激我 唐若雪很是坦诚 什么 不是他告诉你的 叶凡一颗星沉了下去 手也止不住一抖 他满脸震惊 还以为是宋红颜 刺激唐若雪 想到自己当时的愤怒 不小心甩到宋红颜 脸上的一巴掌 还有宋红颜 那悲凉如水的眼神 他突然感觉有点慌了 叶凡发现有什么东西 正从自己的手里流逝 妈 替我照顾若雪 叶凡声音颤抖着 喊来赵明月 随后旋风一样出了房门 红颜 红颜 叶凡钻入了白色汉马车 一边拨打着宋红颜电话 一边往宝城机场赶赴过去 宋红颜不离境 叶凡能很快把他找出来 宋红颜离境 势必要走宝城机场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宋红颜手机已经关掉 叶凡焦急的汗都出来了 接着又打给他身边 几个熟悉的宋家保镖 一样关机 叶凡止不住打给了魏红朝 魏绍 帮我忙 想法子定位宋红颜的位置 通知宝城机场 不要让他出境魏红朝大吃一惊 叶绍 发生什么 是 他跟案子有关 叶凡急的眼泪都快出来了 别说这么多了 快行动啊 不然他走了魏红朝 忙挂掉电话操作 片刻后 魏红朝打回了电话 叶绍 不好意思 宋总手机无法定位 要么毁掉了新卡 要么自己屏蔽了 宝城机场也没有他的出路记录 不过他身边几个保镖 在十分钟前离境 他小心翼翼问出一句 究竟发生什么事 啪 没等他说完 叶凡就挂掉了电话 然后一脚油门踩进 很快来到宝城机场门口 叶凡钻出车门 往安检处冲过去 不用找宋总了 就在叶凡冲到一半时 江婆婆突然拦住了叶凡去路 似乎早算到他会来机场 红颜在哪里 叶凡忙拉住江婆婆追问一声 我要跟他道歉 是我错怪他了 我对不起他 这是 小姐临时整合的华一门资料 江婆婆答非所问 把一份资料摔在叶凡身上 里面有108名重量级会员 还有会员跟叶唐往来的产品明细 小姐说 你刚回叶唐 虽然有门主和叶夫人庇护 但始终自力太浅 工绩太薄 华一门会员跟叶唐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旦这些会员 全面停止对叶唐输送医药 特别是红颜白药停止供应 将会给叶唐带来巨大的麻烦 你拿着这一个筹码 让你在叶家或者叶唐 可以多一份份量 小姐伙计活了去喂公 不是刺激你的宝贝女人 而是整合筹码给你上尾 她补充一句 还有 小姐即将嫁人 从此不相见 叶绍好自为之 叶凡身躯晃了晃 眼睛发红 红颜呢 红颜呢 在哪里 在哪里 将婆婆左手一挥 一指落入叶凡手里 随后她毫不犹豫 转身离去 叶凡低头一看 正是送红颜的纤细手笔 小女子不才 为得公子青睐 扰公子良久 公子勿怪 公子向北走 小女子向南桥 第1250章 无名无分 江婆婆 江婆婆 红颜在哪里 看到手里的词 叶凡感觉心里 说不出的难受 好像身体中 某根肋骨 被抽走一样 她冲上去拦住 要钻入安检的 江婆婆苦苦哀求 你告诉我 红颜在哪 我要跟她说对不起 我要跟她道歉 没这必要了 看到昔日从容不迫的叶凡 筑击的好像随时要哭 江婆婆神情 多了一丝缓和 语气淡漠 小姐已经走了 去了她该去的地方 你的一切产业 她已经转交给 林百顺和公孙茜打理 你也别想着找她 她用了另一个身份 离开宝城 你怎么都不可能找到她 留着力气去找唐三国吧 还有 我再告诉你 一件事 你当初被韩四指抓入侯门 唐门替你全力周旋 不是唐门要主持什么公道 而是小姐任祖归宗换来的 为了你的安危 她 毅然而然回了唐门 还答应了唐门主一事 年轻人 好自为之吧 说到最后一句 她突然收住了话题 随即摇摇头 穿过安检离去 江婆婆 其实是不想说这么多的 甚至她还有点鄙视叶凡为女人 惊慌失措的样子 毫无叶堂少主 该有的杀法果断丰富 结果她却情绪失控 打了她一巴掌 哪怕是不小心甩到 叶凡也心如刀脚 她现在才知道 宋红颜在她心里 不是只有一点影子 而是早已悄无声息 占据了一半 严姐 对不起 叶凡坐在驾驶座上 擦拭着眼泪 随后拿出手机 打了一圈出去 无论如何 她都要把宋红颜找到 不管她原谅不原谅自己 她都要说一声对不起 而且她再也不会 让她从身边离开 十几个电话打出 叶凡用尽全力 寻找宋红颜下落 可结果却石沉大海 没半点痕迹 最后 叶凡一个电话 打给了宋开花 阿姨 闭嘴 宋开花似乎从保镖那里 知道了事情 刚刚接通 就毫不客气训斥 叶凡 有种啊 刚刚认组归宗 就打我女儿啊 你知不知道我女儿 为你付出了什么 你知不知道 她为你付出了多少 为了你 她自己公司 不再亲力亲为 全面给你叶凡打理产业 为了你 她自己打脸 跟她父亲相认 让你能从侯门中平安出来 也为了你 她不顾风险 远赴宝城去抓陈龙 差一点把命 丢在东方船雾 她声色俱利 她这样掏心掏肺对你 你竟然敢欺负她 阿姨 我知道错了 是我没有好好珍惜她 是我失控打了她 叶凡无尽歉意 所以请你给我一个机会 把她位置告诉我 我要跟她说对不起 宋开花语气依然伶俐 你觉得 你欠红颜只是一个对不起吗 叶凡身躯微微一僵 她知道宋开花的意思 想要说什么 却口前舌躁 听说唐若雪有身孕了 你好好照顾她们母子吧 不要伤害了两个女人 宋开花声音突然变得惆怅和落寞 我也不希望你再去找红颜了 我不想她将来跟我一样 无名无分承受世人白眼 二十多年叶凡 放过自己 放过她吧 说完之后 她就挂到了电话 也颤动着叶凡纠结的心 啊 叶凡怒吼一声 一拳锤在方向盘上 很是懊悔 恨不得剁掉自己打了宋红颜的手 随后 叶凡就呆坐在车里 盯着头顶飞过的航班 一动不动 像是要找到宋红颜的影子 一坐就是一夜 直到第二天早上 叶凡被机场巡警敲窗 才反应过来 车子一停就是十几个小时 如非是叶家牌照 估计早被机场拖走了 叶凡再三道歉 随后启动车子 掉头回卫宫 途中 叶凡戴上蓝牙耳机 打给了蔡灵芝 是不是要找宋总 蔡灵芝也是聪明女人 别找她了 她不想见你 就算我动用全部关系寻找 估计也很难锁定 两人往来的日子 她从宋红颜 身上学习了不少 同样 宋红颜也从她身上 捕捉到不少习惯 不管怎样 全力给我去找 叶凡恢复了平静 我一定要找到她 而且要快 对了 你有没有听过 红颜要嫁人 她想起将婆婆几句 点到极致的话 宋红颜曾经营救过自己 还答应了唐平凡一件事 以前听宋总提过 说是唐平凡跟她相认后 曾经想过让她嫁给叶敬成 希望能攀附叶唐这棵大树 但宋总毫不犹豫拒绝 哇 告知唐平凡可以让她做其他事 包括杀人放火 但她绝不会嫁给叶敬成 蔡灵芝神情犹豫住说起往事 她只会嫁给你 宋红颜把她当成了闺蜜 很多事都一起共享 蔡灵芝也就知道她不是秘密 叶凡沉默 更加愧疚 不过她很快又清醒过来 如果不是嫁给叶敬成 那唐平凡会让她嫁给谁 郑骏轻 不可能的 熊天骏用五板下毒仪式 让唐门对郑家很是不满 觉得郑家唱双簧要唐平凡的命 双方好几次摩擦呢 唐门又怎会让 送红颜嫁给她 蔡灵芝轻声一句 其实你要知道宋董夏洛 可以问一问唐平凡 对啊 她肯定知道红颜夏洛 叶凡一拍脑袋坐至身子 我飞回去龙都找她 她这几天估计不会见你 蔡灵芝轻声一句 她正在接待来自血衣门的贵客 叶凡眼睛微微眯起 血衣门 化解了血湿花之毒的阿布伊朗 来了龙都 第1251章出乎意料 挂掉蔡灵芝的电话后 叶凡就跑回卫宫洗澡换衣服 她给唐若雪把卖一番后 又安抚了几句 随后就跟赵明月打了一个招呼 又跑出去找蔚红潮了 蔚红潮打了她七八的电话 五六个短信 让她有空过去一趟宝城警局 叶凡知道她没事不会打扰自己 于是暂时收敛送红颜仪式 想去看看蔚红潮找自己有什么事 而且她也想要急住叶唐力量 查一查送红颜下落 上午十点 叶凡走入警局 很快被站在门口等待的秦穆月 拉进大厅 走向警局临时划出来的一个办公室 叶唐资源基本在处理东王一案 以及东王属地那些困境 我爷爷也在翻阅当年 卷宗全力追查也 夫人袭击案子 他们的重心在陈龙 雷千诀和其余击鼓势力身上 抓拿唐三国一事 则交给了魏红潮和我秦穆月 一边走 一边向叶凡汇报 毕竟他买凶杀人的环节比较简单 叶凡昨天就把雷千诀信息提供给秦无忌 所以没有意外雷千诀也卷入进来 对了 雷千诀已经被黄三重他们已经拿下秦穆月补充一句 本来黄三重他们担心会大打出手 带了几百名子弟和军警过去 结果雷千诀一听就束手就负了 叶凡巍巍一愣 束手就负 他多少有些吃惊 他对雷千诀还是有了解的 不仅脾气暴躁极其互短 还凶猛地跟一头老虎一样 他让黄三重等人行动前一定要妥善安排 结果没想到雷千诀毫无抵抗贵了 他几个月前娶了一个老婆 还怀孕了 秦穆月衡直接给出答案 估计不想牵连妻儿 所以就愿意配合我们叶凡轻轻点头 随后走入办公室 一眼看到魏红巍带着人盯视十几个屏幕 脸上愁眉苦脸 屏幕上是唐三国的头像以及住处 连春风诊所都在上面 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少探人穿梭 叶凡开门见山 魏少 找我什么事 叫我红巍就行了 你也是少 叶少看到叶凡出现 魏红巍突然变得狗腿子 嘿嘿一笑 亲自给叶凡倒了一杯红茶 来 叶少 喝翅 来自英伦王室的正宗红茶 为红巍对叶凡彻底没了脾气 以前还觉得 叶凡一武双绝又怎样 没有家族背景 始终是水上浮平 一艘快艇 开得再快 打造得再豪华 也永远比不上一艘万吨游轮 长远一点看 叶凡迟早比不上他 搞不好还要给他打工 结果寿宴身份一亮 他就知道再也没有机会胜过叶凡了 他是万吨游轮 叶凡是航母 叶凡没好气地开口 别说这些废话了 找我来什么事 唐三国 为红巍呼出一口长气 秋州动乱被叶飞扬抢去了 门主为了安抚叶家几方情绪 让叶飞扬开着我的复仇号去了 我留下来配合秦老 处理叶夫人遇袭一案 秦老抓了重要部分 然后把唐三国丢给我 让我尽快抓拿他归案 我请叶绍过来 一是想要跟你打过招呼 毕竟他是你前老丈人 二是想要问问 你知道他躲在哪里不 我沟通了十六鼠 还有境内各方势力 不惜代价挖出唐三国 可是中海唐家别墅 桃花一号 龙都唐家等等 都没有找到唐三国的下落 我还让人查过 他的身份证和手机 奇怪的是 他半个月前就没用过手机了 最后三十个电话 还是叫外卖 在唐家打工的五审也说 唐三国提前给他发了半年薪水 让他回老家好好疗养 三个月几个他去过的古董街 虽然有他身影 但时间也都是半个月前 而且交易的古董都是不值钱 他望着叶凡苦笑一声 出入境也没查到 他的痕迹叶凡心里微微咯噔 那就是什么意思 唐三国要么躲起来了 要么被人灭口了 秦穆月接过话题 可躲起来的话 怎么半个月前就没了踪迹 难道说他预测到寿宴 会暴露他的面目 可被人灭口的话 对方杀他干什么 难道他背后还有人 而且对方难道也能预测 袭击一案 会在寿宴暴露 为红朝苦笑一声 所以唐三国消失的很奇怪 秦穆月悠悠一探 我们还问过唐门 唐三国再不在他们手里 唐十二指天发誓 没有藏匿或关押 两人多少有些郁闷 抓拿唐三国快一天了 原本以为手到擒来 结果却连毛都没有见到 叶凡神情犹豫了一会 如果没有被人灭口 也没有藏匿 他这半个月的行径 可能是在安排什么 魏红朝和秦穆月一愣 安排 他 有什么好安排的 一个被唐平凡打断几两骨 当成吉祥物养着的老头 还能掀什么风吗 叶少 魏少 秦小姐 外面 外面 就在这时 一个探员忽然敲开了办公室大门 上气不接下气喊道 唐三国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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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红朝和秦穆月他们先是一愣 随后打了一个机灵 齐齐冲出了外面 叶凡也都跟住出去 一个个眼里都有着震惊和疑惑 搜捕了差不多一天 却毫无音讯的唐三国 怎会突然跑到宝城警局 叶凡很快来到门口 金黄的阳光中 十几名探员手持刀枪 齐齐围住了一个神情和蔼的老人 正是众人要找的唐三国 唐三国身穿一件发白的衣衫 双手没拿武器 脸上一如既往温和 眼睛也充满对事实看破的淡漠 一干探员没有立即扑上去 虽然这是他们要抓的人 但对方身份还是需要给点尊重 叶凡身躯止不住一颤 神情说不出的复杂 他愤怒 他惊诧 但也有一丝怜悯 有些日子不见 唐三国更加衰老 更加憔悴了 也许林秋林这条鲜鱼死了 唐三国也就失去折腾的动力 只是叶凡对他的同情 很快被母亲煎熬和自己受苦淹没 他始终是让自己一家失散的罪魁祸首 叶凡艰难挤出一句 老唐 乌一相就是你雇佣的 为红朝也皱起眉头 唐三国 你来这里想干什么 听说你们在找我 我怕你们找不到我 所以我亲自来了 唐三国没有任何动作 只是从容站在原地 随后一脸歉意望着叶凡 叶凡 是我害得你们母子失散多年 我对不起明月 对不起你 接着 他没等叶凡说话 高举双手 大笑一声 赵明月一案 买凶杀人者 唐三国 自首 第1252章升局 死局 我看到你们对我的通缉令 我就知道有些事躲不下去了 所以恰好来保诚看弱雪的我 决定还是向你们自首好一点 不过我有点老了 记性有些差 记忆可能会出入 还请各位多多包涵和指正警局 的多功能会议室里 十几人神情肃穆坐在狭长木桌上 目光冰冷 看住对面的唐三国 在叶凡的事宜下 为红朝他们没有把唐三国靠起来 还给他泡了一杯英伦红茶 几乎不用为红朝怎么审问 唐三国就竹筒到豆子一样 把赵明月一案痛快承认下来 没错 就是我雇佣乌医像袭击赵明月 因为我一直觉得 他其实早知道唐平凡他们要对付我 却遮遮掩掩 没有明确把计划告诉我 让我最终失去了一切 后来我找他给我主持公道 他也一再拒绝 还说 叶唐不能公计私用 没有证据情况下 他帮不了我什么 我苦苦哀求 好不容易求到跟他见面机会 结果却是洛飞花出现 骗走我的钱 还痛打和羞辱了我一顿 那时 我就对赵明月他们痛恨不已 唐三国的声音有着穿透二十年的锐利 我发誓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为红朝追问一声 这个他们是谁 捅我刀子的唐平凡 助纣为内的五大家 不肯帮我的赵明月 唐三国声音很是清晰 我要让他们全部付出代价 秦木月点点头 继续 于是我就去找了乌一项 替我袭击赵明月 唐三国语气平静说着往事 第一次是在新国给了十万两黄金 还贿赂了联络人 跟乌一项陈龙搭上了线 陈龙知道是对付叶唐赵明月 就有点抗拒 但为了乌一项面子 又不好明确拒绝我 就喊着要十万两黄金不够 乌一项要三十万两 我再次拿出十万两黄金和一座铜人 送到港城码头 给乌一项的舌头转交 有些细节我可能记错了 毕竟时间久远会错乱 但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我满足了乌一项条件 陈龙无奈只能接收任务 我那时虽然充满着仇恨和愤怒 但还是残存一点理智 知道乌一项袭击成功率不高 于是我再度来保诚找赵明月 然后假装喝醉在陈青烟面前放出机密 让她知道赵明月将回境内 替我翻盘陈青烟 是一个喜欢攀附权贵的女人 她听到赵明月给我主持公道的机密 自然要卖给我大哥他们这样一来 我大哥他们也就会想方设法 袭击赵明月 那个时候 夜堂兵抢马壮 赵明月如日冲天 她如果不介意夜堂公器私用帮我 那我还是很大概率讨回公道的 对于我大哥他们来说 哪怕我只有1%翻身概率 他们也会百分百努力扼杀 唐平凡当初上位为了彰显仁义 故意留着我不杀 也就不会让我短期内死去 自然只会把矛头指向赵明月 在我的设想中 赵明月横死 夜堂大怒 全力追凶 跟堂门等五大家拼个你死我活 唐三国互出一口长气 这样 我就能狠狠出一口气了 为红巢声音一颤 这么说 当初袭击夜夫人的凶手 除了乌一相之外 还有五大家的人 我设想就是一件双雕 让五大家和夜堂两败俱伤 我猜测 五大家应该有下场 但要我拿证据 我拿不出来 我 只能提供这个方向 至于是不是 能不能找到证据 就只能靠你们了唐三国一探 那时的我已经落魄如山鸡 只有撬动计划的力气 没有左右事情发展的能力 秦木月追问一声 你当时不是已经落魄了吗 哪里来的黄金和铜人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我风光的时候 手里一百亿一百亿的资金流通 随便留下三瓜俩枣 也是吓死人的树木 唐三国低头喝入一口茶水 哪怕被洛飞花骗走我最后一个西瓜 我也还有几颗枣子的当然 我还是卖了一套模板 才跟黑三角的昆太 凑够黄金 二十年前东南亚最大的英镑假钞案 就是昆太使用了我卖的模板 他落寞阐述住当年的辉煌 为红朝马上让探员去查看 果然翻出多年前一桩 价值十亿英镑的假钞案子 叶凡突然冒出一句 你怎么突然想到来自首了 三个原因 一是听到你跟明月是母子后 我感觉对不起你们 想要好好赎罪 唐三国坦然迎接着叶凡的目光 不赎罪 我心理负担始终落不下来 二十多年 依然是一根刺 二是想要保住自己半条老命 让自己多活几天 我不来自首 不取得夜堂庇护 我担心没几天就被五大家弄死了 毕竟袭击一案 我算是捅了他们一刀 而且我老婆死了后 我发现有人在暗中 窥探我 好几次要制造意外杀我 害得我经常东躲 XC不敢露脸 为此我还让五婶回老家了 免得让他也受到遭殃第三 那就是若雪怀孕了 我不希望你们为我闹别扭 唐三国的神情真挚起来 我也希望我的自首 可以让他们三姐妹安宁一点 为红朝声音多了一丝肃目 唐三国 那你是认罪了 我认罪 唐三国对助叶凡微微鞠躬 叶凡 对不起 我愿意承担一切惩罚 只希望你能照顾好洛雪 叶凡没有说话 只是沉默住走出了会议室 唐三国的自首 让他最后一丝侥幸都破灭了 他真是袭击母亲的始作俑者 唐三国注定会得到惩罚 只是叶凡却高兴不起来 总觉得心情有点堵 他端起凉掉的茶水 慢慢喝了一口 随后动作停滞 眼皮一抬 瞄了对面马路一眼 为红朝跑了出来 叶绍 唐三国案子基本没啥问题 晚一点就能移交给秦老他们了 叶凡轻轻点头 得到 最后审判之前 一定要好好保护好他 不然被任何人毒杀 或者制造意外弄死 为红朝护出一口长气 放心 一定安排妥当 说到后面一句时 为红朝扫过叶凡一眼 发现他有意无意扫尸大门口 他望着叶凡低声一句 叶绍 怎么了 叶凡恢复平静 低头喝着茶水 有人盯住这里 不过对方没有杀意 为红朝微微眯起眼睛 就在警局对面马路 移动红色大厦的七楼天台 一个面罩男子 正用高清望远镜盯着警局 他把整个警局环境 全部磨记在心 升局 死局 一念之间啊 他喃喃自语 希望这只是一个开始 而不是一个结束 正是雄天骏 叮 收起望远镜时 雄天骏耳朵微微移动 接着 蓝牙耳机传来一个女人声音 熊先生 血一门一胜去了唐门 熊天骏声音一了 让他死 第1253章 新任门主 叶唐的余波还在继续 但唐三国 故凶杀人一案 却快速落下帷幕 成龙的证词 以及唐三国的认罪 让案子露出了部分真相 唐三国也被叶唐 单独关押起来 看在他主动自首 和坦诚认罪 身体虚弱的份上 叶凡让魏红朝好好照顾唐三国 虽然他很是恼恨唐三国当年所为 但看到他衰老憔悴的可怜样子 他又发不起火 被唐平凡打断几两骨 被灵秋灵磨掉血气的唐三国 已经不值得叶凡浪费时间去仇恨了 而且他相信叶唐 会有一个公平裁决 至于雷千诀的审问 以及五大家有没有牵扯 叶凡就没有再跟秦无忌他们介入了 他现在不是叶唐少主 甚至都没有宣誓加入叶唐 手伸得太长 容易给老太太就到把柄发难 叶凡不想父亲为难 接下来的几天 叶凡找到合适机会 把事情一五一事告诉唐若雪 尽管叶凡担心 会影响他肚子里的孩子 但知道唐若雪性子的他 如果不把事情告诉他 怕是整天要忧心忡忡 唐若雪知道情况后 虽然很是伤心 父亲下半辈子估计要在牢里度过 但也欣慰他的敢做敢当 他还告诉叶凡 他会勇敢面对此事 也会安心养胎 让叶凡去处理自己的事情 叶凡让人把五婶 从老家接过来照顾唐若雪 他则推掉一切应酬 直飞龙都去找唐苹凡 已经过去快一个星期了 叶凡无法静下心来 等待蔡林之消息 他决定直接去找唐苹凡 问送红颜夏洛 临近下午四点 叶凡出现在龙都机场 看住久违的地标和龙都字眼 叶凡感觉到一股亲切和熟悉 虽然宝城也算是他半个家 但还是更喜欢龙都多一点 不过他也没有过多欣赏周围环境 看看天空阴沉要下雨 就准备叫出租车去唐门大本营 呜 只是没等出租车过来 一辆黑色林肯车开了过来 车门打开 钻出一脸笑容的郑乾坤 叶少主 下午好 下午好 回来龙都了 这么快就回来了 不好好跟门主他们聚聚 你啊 就是闲不下来 你要去哪里 我送送你郑乾坤 很是热情的打招呼 随后也不管叶凡是不是答应 就把他塞入林肯车里离去 叶凡不想跟郑乾坤同车 可外面雨水已经落了下来 他只能靠在座椅冷冷看住郑乾坤 郑先生 又想玩什么花样 我告诉你 我还没找你讨彩头 不代表我会忘了你做过的事情 他至今还 没有忘记 郑乾坤在寿宴上摆自己上台 不仅差点吓死他 还让他遭受群起而攻之 叶少 我知道你说寿宴的事 那确实是我不对郑乾坤一脸真挚 我不该利用你的身份 摆你一道 我道歉 我惩罚郑乾坤乾脆 利落地给了自己四个耳光 打得一张老脸 嗖嗖嗖嗖 红肿起来 比老太君下的手还要狠 不过我真不是刻意捅你刀子的 我只是想要给你一份惊喜之鱼 也给叶家一份惊吓发泄怨气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可以问问郑俊卿和郑思悦 进入 寿宴前就叮嘱过他们 不管我有没有事 一定要保全你的安危 他努力解释着 我是真心把你当成朋友 当成兄弟的 你对我的救命恩情 我一直没有忘记呢 行了 别扯这些了 你觉得我会相信 你不仅突然点爆我的身份 还喊着让我成为夜堂少主 你这是要挤叶进城的刀 取我性命 叶凡毫不留情反击 你连连致我欲绝境 还把我当兄弟当朋友 鬼姓 你是 叶门主儿子 还有横殿千金庇护 你又一五双绝 十个叶进城 也不是你对手 郑乾坤一拍叶凡的手 而且在我心里 我一直觉得 你比叶进城 适合上尉 叶进城为人太猖狂 野心 又大 一旦上尉 不仅会让夜堂 变得嗜血 还会给五大家 带来各种麻烦 而你一者人心 为人谦和 成为少主 不仅能让夜堂 稳中上升 还能跟五大家 和谐相处 共同壮大 寿宴那天晚上 我跟汪三丰 和袁辉煌 他们聊了几个小时 都认定 你才是真正的 夜堂少主 有人选夜老弟 你如果有需要 尽管之声 要钱要人 要枪都行 我们保证支持你 郑乾坤落地有声 郑先生 我告诉你 第一 我不相信 你们会想让我上尉 我比叶进城 越出色 你们越会忌惮 我做夜堂少主 叶凡戳穿了那一层纸 现在信誓旦旦 不过还是想要 把我当枪使 希望我去争夺位置 消耗叶家实力 毕竟我是老太太的眼中钉 如果我要跟叶进城抢夺 老太太 必然会下场 对付我 我爹妈也会随之 做出反应 庇护我 如此一来 夜堂很容易四分五裂 达到你想要的目的 第二 就算你们真心 想要我上位 我也不会坐那个位置 我就是一个小医生 扛不起那种重担 他表明自己态度 所以 不管你是真心 还是假意 都不要再怂恿我上位了 挣钱坤面不改色 哎 叶老弟 我知道一事 无法让你相信 但我保证 会让你看到我们诚意的 真有诚意的话 那就让我见到 唐平凡 叶凡 盯着郑乾坤 淡淡出声 我找他有点正事 你让我见到他了 我欠你一个人情 他知道 郑乾坤这些人 利益为主 所以 不说虚与威仪的话 直接进行利益交换 叶少 你这是什么话 咱们是兄弟 什么人情不人情的 郑乾坤故意板起脸 不就是见唐平凡吗 我亲自带你去 龙山疗养院 叶凡一愣 龙山疗养院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唐门旗下的 一间私人医院 只为唐门高层 和骨干服务 郑乾坤接过话题 唐平凡今天 转去那里疗养了 唐平凡中毒的消息 压不住了 这一个多星期 也就放开手脚治疗了 还通过关系 向血医门 新任门主求救 唐平凡这个老匹夫 真是一辈子疑心病 放着 叶少这么好的神医不用 偏偏去相信什么外贼 他有意无意挑拔着叶凡 对唐平凡的不满 我就不相信 更好更可靠的医生 新任门主 叶凡捕捉到 郑乾坤言语中的怨恨 嘴角勾起一抹戏谑 郑家以前 不是跟血医门 交情不错的吗 郑先生现在 骂起了外贼 看来 尚未这个门主 跟郑家不太友好啊 他好奇追问一声 只是血医门 啥时候又换门主了 叶少心思果然过人 这都被你发现了 郑乾坤大笑一声 眼是惊讶 显然有些意外 叶凡窥探到他心里 随后话锋一转 上次一五大笔 血医门输得一塌糊涂 三大天才 以死一盼 一昏迷 门主就被大怒的杨国 弄下台了 你知道 血医门是杨国举国体制的 畸形产物 门主再怎么权势滔天 也是要受到最顶尖 官方节制的 现任门主 是血医门一脉 也是王室一员 一个死了丈夫 十几年的亲王 郑乾坤一笑 他 叫进攻雅子 第1254章小星 进攻雅子 叶凡很是直接 王是直戏 没错 纯正血统的亲王 郑乾坤神情 多了几分肃穆 把知道的东西 全部告诉叶凡 他见识过人 手段很辣 衣武不凡 还人脉身后 一直被杨国人 称为铁娘子 只是以前觉得 他是一个女人 加上他要抚养 自己的两个孩子 所以一直没有 在血医门上位着 一次血医门吃大亏 杨国觉得 必须有个强硬 和忠诚的人上台 就让进攻雅子 成为新医院门主 唐平凡跟他有点交情 就让他帮忙解读他 补充 上一句 进攻雅子 就请出了阿布一郎 给唐平凡治疗 叶凡淡淡一笑 他跟唐平凡交情不错 但跟郑家很不对付 是不是 一点历史恩怨 不提也罢 被叶凡有意无意捅刀子 郑乾坤心里 很是疼痛 何止是不对付 简直是铲除了 郑家在血医门的 所有心血 单单几款药品的 专利权到期不续签 郑家就损失上百亿 只是他不想让叶凡 看到自己的困境 叶凡也没有纠缠 追问一声 阿布一郎很厉害 阿布一郎是血医门的医生 他三十岁时 就功成名就了 随后就投入全部精力 去研究血石花毒 郑乾坤向叶凡解说一番 他今年六十多岁了 耗费了三十多年在上面 这三十多年 他从血石花上面 取得不少成就 市面上很多尖端药物 都跟他有关 你种的冬辙 传闻也跟他淬炼 血石花有关 他算得上是血医门 国宝级人物 平时根本就不离开 血医门实验室半步 这次能够前来 龙都给唐平凡治疗 是进攻雅子 三顾茅庐才请动 至于唐平凡付出 什么利益就不太清楚了 不过传闻 他好像要联姻五田秀吉 五田秀吉是进攻雅子的儿子 也是阿布一郎的实验室金主 还是天葬大师的高徒 前些日子 是阿布一郎的徒弟打前站 了解唐平凡病情整合数据 告诉阿布一郎 阿布一郎 十拿九稳才来神州 给唐平凡解读 郑乾坤笑了笑 唐门藏得深 也不知道至好没有 不过应该还没解读 否则早就全世界宣告 来稳定人心了 研究三十多年血石花毒 怪不得改来给唐平凡治疗 叶凡眼睛眯起 只是怎么没听到山本好起来啊 说话之间 车子很快来到了龙山疗养院 这是一个闹钟有劲的地方 路上车流和人员穿梭 但龙山疗养院 却躲在林荫之处很安静 雨水飘飞 让疗养院显得更加静谧 叶凡跟住郑乾坤下车 向门口的唐门守卫表明身份 想要见一见唐平凡 唐门守卫不认识叶凡 但对郑乾坤却非常熟悉 很快转身去里面通报 没有多久 一身黑衣的中年女子 带着人走了出来 郑乾坤满脸笑容迎接上去 将秘书 唐兄能否赏脸一见 叶少千里迢迢过来 叶少 没等郑乾坤把话说完 将秘书就望着叶凡淡漠出声 门主让我问你 如果叶少是公事来访 以叶唐少主身份拜见 唐门会以高规格礼仪接待你 唐门主也会尽力抽空跟你一见 如果叶少是私人身份求见 那很不好意思 老爷子今天没空 他也不想见你 他轻声一句 而且他有贵客要见 我是私人身份 想要见唐门主叶凡盲开口回应 请将秘书跟唐老说一说 我对他病情可能有帮助 叶凡摆出自己的价值 唐老当然知道赤子神医的厉害 也明白你艺术没几个人能及 不过唐门已经有贵人相助 将秘书不卑不亢 所以只能谢谢叶少的好意了 叶少 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 你和郑先生还是请回吧 他很是直接 等老爷子病好了 再去金志林拜谢叶神医 郑乾坤文言顿时不满了 江秘书 你这是怎么说话的 叶少千里迢迢过来 想要给老唐病情尽典礼 你这种拒人千里的态度 未免太让叶老弟寒心了 如不是知道江秘书 你跟随老唐 多年 我都要以为 你拒绝叶凡医治 是想要他死呢 郑乾坤 一如既往杀人诛心 郑先生 饭能乱吃 话不能乱说 将秘书眸子闪过一抹寒光 总之 谢谢两位的好意了 请回吧 来人 送客 走就走 叶老弟 不用理他死活 我就不信 血一门比叶老弟医书要好 郑乾坤拉着叶凡要离开 老唐迟早会后悔的 走 叶老弟 咱们去醉仙楼打火锅叶凡 没有被他拉走 望着将秘书交集喊道 将秘书 你知道红颜 呜 话还没有说完 五辆黑色保姆车 悄无声息开了过来 车子全部停在疗养院门口 车门打开 十几个阳国人先钻了出来 按住五十刀高度戒备 接着 车子又出来两个人 一个是唐十二 一个是满头白发的和服老人 精神抖擞 却又气质内敛 几只雨伞啪啪啪打开 向车子钻出的唐十二和服老人迎接上去 将秘书健壮也录出恭敬神情 带着一伙唐门精锐靠过去 阿布先生 欢迎 唐 十二也一侧手笑道 阿布先生 请和服老人微微点头 带着几个徒弟向门口走去 为了安全 任何外来车辆都不得入内 需要转用巡逻车 叶凡看到唐十二下意识张嘴 唐先生 话一喊出 叶凡突然发现 自己声音在安静街道前所未有清晰 还被清寒的冷风送出去很远 安静 叶凡像是被电流冲击过一样 他下意识望向门口两旁 整条街确实安静了 原来穿梭的车流和人员 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止了 十几辆车子 还有意无意堵在两边 接着 一把把雨伞啪啪啪打开 淋着雨水向疗养院靠近 几十号形态各异的人 向疗养院聚拢 他们神情冷漠 眼里闪烁胸光 叶凡本能喝出一声 小心 在唐十二和江秘书下意识扭头时 只见几十只雨伞猛低一沉 伞面全部炸开 轰 几百枚刀片像雨水一样倾泻了人群